这个姑娘今天来这边提出的 所有的需求都是对的 她要求这个男生努力 要求这个男生积极 要求这个男生好好找工作 没有错呀 为什么需要这个男生做这些事情 她说这样我们才可以更好的生活 我才可以更好的依赖她 后来我在想 哎呀不对呀 这是一条寄生虫对寄主说 你赶紧好好工作 好好努力好好吃东西 不然我们就饿死了 没有啊 你没有吗 没有 你所有的一切难道不是在依赖她吗 你为什么你要求她努力积极努力呀 因为我自己也在努力呀 我只是觉得 你要求她积极努力 就是希望她以后可以更好的被你依赖 就是为了将来她可以更好的照顾 这就是寄生虫和寄主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生活的方式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方式 但有一些生活的方式 它是阳光的 充满了能量的 有一些生活的方式 它是阴郁的 有一些生活方式 它适合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来使用 有一些生活的方式 可能要六七十岁退休 甚至一辈子都不值得使用 我们选择的道路有千千万万条 但这些选择道路其实是有对有错的 那么对于所有的年轻人来说 我们的人生才开始 我们要去寻找更多的不同 更多的可能性 在这种时候 我们不能让舒适 来让我们自己变得麻木 我们要变得警觉 变得更加有斗志 享乐 只是结果 不是意义 就这样 谢谢 哎呀 其实说白了就很简单了 你们要愿意继续疯下去 你们就继续疯下去 但如果你们想有好的生活 就从改变自己 从积极的生活态度开始 所以女生 不要再犹豫了 不好的东西及时做玻璃 男生要跟不好的习惯做玻璃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岁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 就还是每天都挺开心的 但是我们毕业了嘛 也是需要考虑一下以后 就如果你就继续 你就这样 就每天无所事事 我就感觉没有办法 跟你有未来 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 咱俩在一起两年多了 我希望你以后 能有一点自己的主见 我可以让你意外 但我不能时时刻刻地陪着你 我希望 你以后能改变一下 要不然 我真的很累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 其实很走开车啊 听完这两位 我真是一声长叹 谢谢两位 请回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 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看看这对年轻人 自己的选择是怎样 请开门 想好好改变是吧 那就好好改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这对年轻人的 浪漫时刻 请见证 好了 一起努力 去拥抱新的生活 谢谢两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